首先第一件事情从这边选到这里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在这个地方 请进行常用贴上里面的选择性贴上 请用值确定 就是我只是把它的值贴进来 针对这个内容去做插入底下的建议图表 第二个 这就是它的散布图 可是它的散布图不能够加标签 这是唯一可惜的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这个是散布图 这张散布图 我的水平轴其实是销售额 也就是X轴是销售额 Y轴是利润 然后这张图很重要 有一条趋势线点 这个加就可以找出来了 我们接下来在这张图里面 你要懂这张图它的意义 各位这里面 零这条线很重要 零在这个位置 Y轴是利润 也就是说这边有这一个项目 越多 这就是这条趋势线告诉我们的事情 这很重要 销售越高 利润 会增加 这条趋势线很重要 这是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 就是这条线告诉我们什么是 因为它的一个线是左下到右上 它就是一个正相关 什么跟什么的正相关 这一个是销售额 这一个是利润 销售额跟利润是正相关 那就是销售额越高 获利越多 像这个关系 正相关 负相关 水平线是什么 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会应用到 你自己看到的资料